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宇彤 9月25日,中共宣佈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已順理完成,並公佈了演員名單 哦,對不起,講錯了,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二十大代表名單一共2296人 估計無數朋友都非常關心一個問題,習近平在這份名單裏面 帶著同樣的疑問,我們在第一時間查看了這份名單,發現裏面不單有習近平 還有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那為何要關注他們倆呢? 因為習近平和魏鳳和都沒有出席軍方最大的一個高層會議 更關鍵是,一旦傳出習近平遭到軟禁 因此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個消息的真例 以及後續發展 現在到了什麼程度呢?這件事已經鬧到國際上去 愛媒已經對此開始報導了 你說中共是否失禮人?這個真是失禮死人了 評我自己理,準備好花生,關了沒有? 讓我們來欣賞一下,愛媒是怎樣報導的 據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奧地利標準報9月25日發表文章 說中國共產黨經常被描述為一個黑相 需要知道這一點,才能理解自上週五以來網上流傳的謠言 據說習近平主席被剝奪了權力,被軟禁在北京中南海 請注意下面的話,文章說這個謠言是一個 擁有一千多萬粉絲的印度前部長傳播的 在推特上寫著 Where I sit inside,一則習近平在哪裡 和China code,就是中國政變的意思 這兩個標籤大量流傳 文章說同時有很多深對謠言的嘲笑和諷刺 文章最後還指出,目前沒有可價信息支持這一理論 亦沒有任何形式的消息,對此予以否認 這消息聲明了兩件事 一方面是社交媒體上謠言的力量和持久性 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不透明的結構 這條消息有意思的是,印度前部長幫助傳這條消息 無論是真假,對於中國來說,得起響亮的耳光 不過,話又說回頭,我們還得看這條消息 到底是否真的 一些網友選擇相信你的傳聞 而另一部分則對次表示懷疑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 黑載研究員韓年潮博士 他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網友的看法 24日他在推特上說 跟來網絡性傳黨國內宮廷政變 集下理想、集備空 不時日還真信,哈德遜在留言一則 反映了習國民到習不肯下車引發民憤 民眾製造了各種說法來妖言奇帝惶夢 我亦希望習好像整班一樣被拉 但這機率極少 只要看看黨媒網站就清楚了 黨媒掛語有所微調 但仍然為習不下車做輿論 與此同時,有幾位油管播主 也介紹了一篇文章 因為寫得比較客觀 而且有證據可以作為資產 並非是個人的分析 因此我們在此為大家介紹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來自阿波羅網 作者介紹,他連續爬到中共軍改方面的13次會議 並做了認真的梳理 文章說 21日中共國防與軍隊改革研討會 在北京召開 根據中共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對會議作出指示 但沒有露面 其中兩名軍委副主席 許其亮和張又俠在會議上講話 中央軍委委員李作成、妙華、張星文出席會議 參加會議的 還有軍委機關各部門、軍委聯子中心 各戰區、各軍兵總、軍事科學院等機構的負責人 除了習近平 另一個沒有露面的是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 因自由消息說 周平遭遇正面 現在被遠禁在中南海家中 作者調查後發現 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在2019年8月31日第9次全體會議時的組成人員是 組長習近平、常務副組長許其亮、 副組長張又俠、成員李作成、妙華 但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不在其中 經過梳理發現中央軍委深改組 至2014年3月15日成立後 至2019年8月3日一共召開9次全體會議 請注意,習近平主持召開前三次會議 其後的六次會議,習近平沒有出席 而是由常務副組長許其亮主持會議 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副組長張又俠、成員李作成、妙華 而艾峰王從未出席上述會議 因此他不是小組成員 另外2016年12月中央軍委軍隊規模結構 和力量編成改革工作會議,再經召開 這次會議對中共軍改相對比較重要 被稱之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第二大戰役 習近平出席並講話,艾峰王亦參加了 以令11年13日至14日 中央軍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會議已召開 這被稱為中共軍改第三大戰役 習近平出席講話,艾峰王亦參加了 文章總結而從中可以發現一個規律 在中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重要會議 也與所謂三大戰役相關會議上,習近平也有露面講話 而在近年的中央軍委深改組全體會議上 習近平也沒有參加,也沒有所謂重要指示 均由常務副組長許其良主持會議 有一個會議可以與最近的中共國防和軍隊改革研討會相比 那就是2016年4月18日 召開一次全軍高級幹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專題研討班 當時在過什麼情況呢? 習近平沒有出席,也沒有落所謂重要指示 只有許其量講話,艾峰王亦沒有露面 應他講,這也不是文章的分析,而是基本事實 因此基本可以得出結論,習近平沒有露面 屬於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 包括艾峰王亦是這個情況 而且,從最新的中共二十大代表名單看 最起碼習近平,艾峰王都在裏面 因此我亦覺得,對這個傳聞需要持有謹慎態度 因為畢竟是傳聞找不到任何依據 而且,說實話,今年以來這種傳聞實在太多了 總而言之,真實的情況似乎不多 當然,中國有句話,看而鬧的不怕是大 無數網友對中共反感透頂 那是希望事情鬧得愈大愈好 對於中共意義,那是該死 作為媒體來說,我們除了和大家一樣 對這個中共政權厭惡透頂 至於專業角度,還能為大家提供相對理性的分析 有幾大事,就和大家說幾大事 我們不能夠忽悠大家 同時,我們也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任何人開過帳號,就可以做節目 這個自媒體的門殘已經低到沒有門殘的程度 因此,亦是各種消息混雜,真的假的都有 有些自媒體,據網友觀察還有中共派系背景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分析是最重要的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另一條好熱的新聞 9月22日,中共新華社和解放軍部推出長篇中述 題為黨中央和習主席領導指揮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其中,黨中央和習主席這說法引訓異議 有可能是媒體解讀,說是文章一集的明明字前面 刊減加上了黨中央三個字,似乎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因為,這個說明軍隊的指揮權在黨中央 而不是在軍委主席習近平的手裡 了解中共內幕的朋友都知道 中共雖然說黨指揮槍,其實是槍指揮黨 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會在內鬥中勝出 因此,軍權對中共的任黨魁,包括習近平來說 可以說是他們的命根子 因此是防犯追嚴的 那上述之媒體的猜測,是否合理? 時事評領員李玉昌分析 根據他對中共侯式的長期觀察 中共侯式的表現,似乎兵無異常 可以說是常見套話 關於力點,他說網友們完全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會看到很多類似的結果 李玉昌舉例說明 遠的來說,在2012年中共解放軍部的標題是 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 而在胡錦濤時期 中共侯式的表述與之完全一致 比如2008年一篇中共軍方宣傳報道 標題中的次序同樣是 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 因此,這是中共軍方標準說法 再拿近一點的來說 2019年一篇中共宣傳文章 標題是所謂的 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 關心人民空軍建設發展幾十 而在中共軍方的宣傳中 所謂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 當然是常見套話,可以說一字不差 因此李玉昌認為,從這個標題來看 無法得出上述結論,看不出習近平軍權而身 相反,這次等於將黨中央、中央軍委 和習主席中的中央軍委拿掉 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在拍習近平馬屁 而且從中共軍方最近召開的會議來看 習近平的軍中親上都有露面 很難想像習近平被控制了 總是讓他們獨善其身 當年中共高層發動壞人坦正面 一舉立下江青終日就是麗正 當時是怎樣的情況呢? 據記載,1976年10月6日晚上 在華國鋒,葉景英主持下 汪東興具體指揮 將警衛部隊在中南海內 逮捕黃鴻文、張俊喬、江青、耀文元、 牟軟生五個人,宣布對他們隔離審查 不得指揮北京維樹區部隊在中南海外 又逮捕左詞群,謝貞儀、金組問這些人 這樣還不算?中聯部部長錦標 出北京維樹區部隊、控制新華社、人民日報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紅旗集資社等新聞機構 因此,正面不是個小事,不會緊緊軟禁一個習近平 假如真有正面,就在軍隊中的手下 一定會被捉起來 而這次軍隊高層會議, 習近平的親信、張友和等人都在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言點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最近有些網友發現 有些自媒體可能是鋼牌背景 明顯是反習不反共 這些北架部的傳聞,很多來自於這些地方 從該自媒體的評論區,就可以看到網友的留言 正是江峽的的系 這一點一提醒了我們,還真是要注意 中共黨內鬥爭非常複雜 激烈不排隊友這種因素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共黨內鬥爭激烈 海內的朋友們,正如有好戲可以看 我們就準備好花生瓜子 置身之外,觀看這場中共的內鬥大戲 好,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歡迎你對此,亦發表一下高見 一些網友的見識,令我的讚嘆不宜 亦學到做好多東西,非常期待你留言 如果您喜歡這個頻道,請幫助我們點個讚 如果您是新來的朋友,請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小鈴鐺 這樣便不會錯過最新的節目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收看,就會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